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刚结束一个月的1119大选 以伊斯兰党为首的国盟一军突起 横扫74个国席 绿色海啸视如破竹攻下了国阵多个深蓝色的堡垒区 让不少政治分析和民调机构大跌眼镜 有报道揭露这一次的绿色海啸之所以能够席卷马来选区 除了得到年轻马来选民的支持 还有马来中产阶层对国阵巫统60多年来贪污腐败感到的不满 转来支持国盟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国盟得到了一些华人大老板的支持 他们在背后给他们砸钱打选战 使国盟有充裕的子弹 可以制作大量的海报广告版视频 来影响那些中间的马来选民 不管怎样 这股绿色浪潮已经让非马来人社会 一些人士开始感到担心 他们担心神权治国将会成为马来政治的主要论述 大马政治会日渐的走向伊斯兰化 像形容党元老林吉祥在选后呢 就甚至引述多项分析预测 说这个绿色海啸现象 恐怕会变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浪潮 而且马来西亚将会不可逆转的在2032年成为一个伊斯兰国 119大选所吹起的这个绿色旋风真的会势不可挡席卷全国 让我国逐步的走向伊斯兰国的方向吗 政治学者潘永强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这场绿色海啸呢 其实也不纯粹是一场宗教海啸 它可以被解读成青年海啸 以及中下层的阶级海啸 我们先来看青年海啸 说的就是18岁可以投票 还有选民自动登记制落实之后 那批首投足第一次投票的年轻人 他们把票集中投给了国盟 过去呢 这些反对党在野党都比较乐观的期待说 以为年轻人嘛一定会投西盟 但是西盟的人完全忽略了 就是甚至有人没有发现到一个事实呢 就是原来青年马来选民 特别是越年轻的马来选民 越会倾向于支持伊斯兰党或者国盟 其实这个趋势呢 早在2018年大选 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至于中下层的这个阶级海啸呢 说的就是不满巫统和国阵的马来选民 他们的票的转向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 1119大选基本上国盟可以胜选的选区 都是东海岸或者是马来郊区 在城市选区或者混合区呢 国盟的绿色海啸呢 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所以如果把这个绿色海啸解读成 中下阶层的阶级海啸 也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潘永强认为经过两三年的疫情 很多马来中下阶层缺乏工作机会 失去了收入 收入或者不是失去收入 而是收入大减 这些现象让这些马来选民 对当时候的国阵政府是很不满的 而国大政治系教授卡蒂尼则认为呢 1119掀起的绿色海啸 已经被错误诠释成是宗教色彩极为浓烈的 支持伊斯兰化的这个海啸了 他就认为 马来选民放弃国阵转去支持国盟的这个绿色海啸 不是因为他们支持伊斯兰化 而是因为他们支持连结反对贪污腐败 所以更准确来说 这不是一场伊斯兰化的海啸 而是一场反对贪污腐败的海啸 他甚至认为呢 国盟的支持者当中 有不少是华人大老板 他们为国盟提供了竞选基金来打这场选战 如果我们看了去2018年的这个投票的分析 在马来选民当中 越年轻的马来选民越倾向伊斯兰党 那么这个趋势基本上在2018年大选里面 已经成型了 加上18岁投票权 还有自动登记选民 会把这个效应进一步的扩大 如果这个青年海啸这个走势 没有得到这个中断啊 或者是受到遏制 那么至少在未来两届选举 他可能还是一个对伊斯兰党 或者是对这个国盟比较占优势的 1119大选 马来年轻选民不投西盟 也不支持国阵 反而转投国盟与伊斯兰党 让国盟横扫74席 一党更实无潜力拿下43席位 成为国会最大党 因此政治学者潘永强认为 这场绿色海啸也可以被解读成青年海啸 是青年反国阵让国阵败下阵来 同时如果以这场绿色海啸席卷的范围 从城乡贫富地缘证据来分析 也可以被解读成是后疫情学代 中下阶层饱受生活与经济压力 而反国阵政府的阶级海啸 中下阶层的马来选民 他对政府是有一种抱怨的 他对这个经济的管理是有一种不满的 所以国盟或者是姆怡定 把这个问题转化成是武统的无能 或者是武统领袖的贪腐 同时这个国盟也把姆怡定 塑造成一个慈父父亲阿爸这种形象 因为毕竟姆怡定在大人首相的那段时间 他是大量地发放福利跟援助的津贴 给马来中下阶层 然而1119所吹起的绿色海啸 席卷范围在未来会不会越来越大 进而让各政党必须朝着 种族宗教论述去竞争 甚至导致我国最终逐步走上 伊斯兰化的路程呢 对于这项说法 国大政治系教授卡蒂尼就强烈地不认同 他认为这场绿色海啸的意义 不只被错误诠释 还被扭曲得太负面了 1119马来选民的确投国盟 掀起绿色海啸 但这个绿是支持反贪腐的连结绿 而不是支持伊斯兰化的宗教绿 我觉得这个谈则是 为了反弱的变化 我觉得黄色的谈则是 他们拒绝了 绿组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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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 他们拒绝对抗产生的谈则 这是他们试试的谈则 但人们现在表现黄色的谈则 为了反弱的变化 真的错误 卡蒂尼认为绿色海啸 应该是一场反贪腐海啸 而不是伊斯兰化海啸 同时他也表示 国盟的支持者当中 有不少都是华裔大老板 没有说支持国盟的人 就一定是支持伊斯兰化议程 大马政治圈和经济圈大佬相互需要 也相互依赖 过去一直像阴和阳那样相互依存 所以国盟就算掌权 也不可能会把国家 推向伊斯兰国的极端路线 支持者 互相互也不可能会把外国称 也含着中国小华 和正经济大夫人 一件事实际上 最后的大部分 更多的大部分 美国政治统筹 是中国小华 中国小华 所以 因此 互相互相互相互 和经济 是这样子 与英和雅 之类的 并化了一种 政策和政府在 Malaysi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